黃毓民議員 我相信市民是不會認同這種做法,群策群力推動產業發展才是自本之道,這個就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的迷思,就是以為經濟不斷發展,財富自然從上層下滲到基層市民,透過這種所謂滴漏的效應去解決這個貧窮問題。 但是這種表述,顯然就和當下香港社會的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的狀況背道而馳。 遭受金融海嘯正面衝擊的美國人民,在去年通過一場選舉,唾棄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共和黨,選擇了民主黨的奧巴馬。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說,這一份的施政報告不滿度是百分之四十五。 五份施政報告,最差就是這一份。 但是政府一點反省都沒有。 如果香港有普選, 這個奉行或者堅持, 大市場小政府的政府早就已經被人民唾棄。 信任復çi憑議員, 這些說法和社民連政綱裏面的相關論述約合扶折,不謀而合。 黑魯曼說美國在1947年至1976年期間, 認可政府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主導期間, 美國的家庭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增加了一倍, 但在1976年至2005年,放任主義主導期間, 家庭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只增加了23%, 遠低於之前的增長。 1976年之後的美國家庭的收入增長是減少, 除了因為經濟增長放緩之外, 就是因為1976年之後的貧富不均明顯化, 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 至於這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 他考察15世紀至18世紀歐洲經濟歷史, 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 他說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 財富得來容易, 特別是對於少數的特權家族來說, 是致富的良機。 而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區, 經濟繁明也可以使得普羅大眾分到一些殘羹成飯。 但是當經濟持續增長的效果逐漸顯現的時候, 平民百姓的景況會變得越來越壞。 一方面是經濟增長導致人口暴增使得勞動人口的負擔加劇, 再加上工資的增長遠遠落後於繁明時期的所謂高漲的物價, 群眾的實質收入, 和生活水平往往是不升反港, 貧富的差距日增。 相反, 在經濟出現持續蕭條的時段, 雖然會令到上層社會暫時捲縮起來, 韜光養晦, 但是價格的持續下降, 使得勞動階層實質生活不一定會變得更壞。 經濟增長的緩慢甚至衰退, 另外還有一些好處, 就是經濟的長周期下落往往會刺激文化活動的蓬勃發展。 例如在1815年之後, 浪漫主義使得已經戒慕年的歐洲, 緩發青春的熱情。 此外, 在經濟繁靈的年代, 由於財富得來容易, 因此守護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態, 大行其道, 不思改革, 驅禮舊襲, 相反在經濟危機的時期, 往往會換化出各類求生存的對策, 在創造力得以充分展現的時代。 再者, 在經濟增長緩慢的年代, 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減慢, 不良的作息消費習慣被迫改變, 這些也正好扭轉了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種種惡果。 布羅代議的分析非常設合香港的發展歷史。 七十年代至九七年的經濟起飛, 低下階層的生活的確得到改善, 但是九七年之後經濟持續增長, 反而伴隨著貧富不均, 民生貂弊。 九七回歸至2008年香港的生產總值, 有48.5%的實質增長, 但是貧富懸殊就日益加劇。 越入少過八千元的家庭的數目, 由二十六萬四千元增加到四十四萬一千元, 而越入超過八萬元的家庭, 就由六萬七千戶激增到十一萬一千戶, 由此可見, 靠經濟增長, 透過滴漏效應來解決貧窮問題, 根本就是一個虛構的謎思。 反而美國的前總統金賴迪有一句話, 值得我們去思考, 他認為是一個自由社會, 不能夠幫助多數的窮人, 就不能拯救少數的有錢人。 曾蔭權上任以來的第五份施政報告, 名為群賊創新天, 實際是群賊創新天, 窮人墮心淵。 他至少都有以下五項罪狀。 第一, 漠視基層困苦, 加劇貧富懸殊。 在今年的十月中, 聯合國開發組織發表報告指出, 香港已經成為全球先進經濟體系之中, 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 在2008年的十月, 聯合國也都公佈香港的貧富懸殊成為亞洲之冠。 香港連續兩年被聯合國評為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特區政府坐擁萬億儲備。 而施政報告, 不但沒有短期的派堂措施, 亦都沒有長期的扶貧政策, 為及這個弱勢社群, 這個是香港支持。 更加可惡的就是, 在上次的答問大會, 我引用社聯的統計數字, 指出香港有123萬窮人。 我問特首, 你可不可以在你任來減少這個貧窮人口的數字? 他回應就是, 我沒有補充。 接著月韋明議員去跟進相關貧窮問題的時候, 他竟然夠膽死說, 是幾乎 spaces, 鹊ange 澳洲的居住。 而銀行網絆域區, 也能夠其濟 nome、 封鍊燮、 至聖ノ church, Vlogに回流水溸水丶、 煎青 是誰讓三十月劇者呢! OH tro со ですね。 那卻已經沙甩的minute round. 我執照封立了一個房極限起亂投訴、 兩階哦, 一切左右, 王國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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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seized Rabshot 就成為專業,殯儀館就不停開業。 這個雖然是棄卓之言, 但是如果六大慘業成行成市, 香港就變成一個悲情成事。 六大慘業是針對六大產業。 施政報告說六大優勢產業, 推動香港走向知識營經濟。 但是香港市民, 真是對於六大優勢產業不甚了了。 不要說香港普通的市民, 包括我們立法會所謂專貴的議員, 對於這個六大優勢產業, 都是一塊雲的。 我真是一塊雲,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一塊雲。 對於六大優勢產業政策的目標, 路線圖、時間表, 有沒有對政治社會影響經濟就業情況的評估等等。 我們沒有這些資料的。 大家會擔心過去也有這些例子, 數碼港又可以轉型為知識營經濟, 知識營經濟, 迪士尼為香港的旅遊業創新天, 結果就算是數碼港又可以轉型為知識營經濟, 數碼港又淪為官商勾結的代名詞, 迪士尼就變成喪權玉國, 國地賠款。 我們請問年頭反對票的, 真是不好意思, 是嗎? 六十二億五千萬就送給美國人, 這個還不是喪權玉國, 國地賠款。 所以有這樣的先例, 我們沒有可能對六大產業寄以厚望。 第五條罪狀就是政改毫無寸進, 繼續失信愚民。 這個留待明天或者後天再招呼林局長。 如果自稱政治家的曾蔭權, 真是有政治家風範, 他現在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引咎辭職。 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讚稿人, 亦都是美國的開國緣分, 傑忽信。 他有一句名言, 他說如果要在有政府而沒有報紙, 和有報紙而沒有政府之間取捨, 我會毫不猶疑選擇候者。 傑忽信對於傳媒惡意批評, 他曾經被傳媒說他是惡運流民, 異教徒、小偷, 但是他都要堅持捍衛新聞自由。 二百多年之後, 美國另外一位總統叫做克林頓, 在一九九四年, 因為兩夫妻涉及白水案,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沙菲爾, 在文章上說, 希拉利是天生說方者。 克林頓在回答記者詢問的時候笑笑口地說, 他說當你是總統的時候, 所受的限制比普通人多, 如果我是普通人, 我會讓這篇文章得到他應有的懲罰。 面對惡意重傷, 黑林頓一樣要秉承二百多年來美國領導人捍衛新聞自由的傳統。 我舉這個例子, 不是叫我們爭特首去學下人, 因為他連做學生的條件都沒有, 我只是告訴香港人聽, 一個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的不堪。 曾蔭權昨天, 在回應這個慳電膽事件和帝府迷債賠償事件, 高調指責部分傳媒無中生有, 惡意盡重傷。 作為特首, 抹黑別人, 並不能夠還自己清白。 身邊那麼多人, 個個高身後陸, 沒有人懂得教他嗎? 大大聲走出來講, 香港有新聞自由的傳統, 政府會捍衛新聞自由, 但是作為傳媒, 你要做一個自由而負責的傳媒。 我作為特首, 你說啦, 一個這樣的特首, 是吧? 身邊那些什麼人來的呢? 個個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食塞米的全部, 是吧? 真是食塞米來的, 是吧? 兩句說話而已嘛, 多簡單啊, 哇, 拿著本稿裡讀過, 寫給他啊, 大哥, 是不是? 不是隨口說的, 好像我這樣啊, 我寫了稿啦, 但是我都喜歡隨口說的, 寫死下都出稿了啦, 我講講下都, 一興起上來, 什麼特首來的, 這些是, 是不是? 更難得有些人為他護航啊, 說, 唉, 這個是, 就是對特首的惡意攻擊, 但是為法治所不容, 那關法治什麼事呢? 是不是? 這種是極權主義者的思維, 真真正正是為人民所不容啊, 大哥, 是不是?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主席。 謝謝。 謝謝。